大家好,我是动摇 今天M24,啊不,是SPR208终于上线了 那这把枪呢可以说是我见过最有趣的局了 先看伤害 裸配情况下呢 33米之内,腹部级以上一枪死 但不包含小臂 再看它的300口径和338口径两种伤害弹侠 装上300之后呢 当部也可以一枪毙命了 那装上338之后 当部不能一枪死 但是头部的伤害从144变成了360 翻了一倍 难道说这玩意儿在吃鸡模式中 可以一枪一个啊? 哇,真的是满甲打头一枪就死啊 喜欢玩吃鸡模式的朋友呢 就偷着乐吧 然后是SPR208两个特有的枪栓配件 分别有捡射击间隔的轻型枪栓 和加射程的重型枪栓 我知道大家肯定好奇 他跟卢卡斯谁的射击间隔更短 一起来看看 好吧,卢卡斯还是更快一些的 那至于重型枪托 虽然加了射程 但还是跟裸配一样 只有33米一枪死范围 非常短 外加他开进时呼吸抖动很严重的弊端 所以如果走常规的搭配路线 他就没有其他狙击相好用 那因此我根据他的特性总结出了两套搭配 第一套是全机甲型的冲锋狙玩法 适用于多人模式 枪管雷射选勾PI轻型一体消音枪管 和OWC战术雷射增加机动性 由于呼吸抖动对顺狙的影响不大 所以枪托选择勾PI近战枪托 也是增加机动性 枪栓选轻型枪栓 减少射击间隔 技能选金属皮甲弹 增加穿透能力 第二套是吃进模式的重型狙 吃进模式中狙最重要的就是射程和稳定性 所以枪管和枪栓 选择OWC射手 长枪管和重型枪栓 增加射程 枪托选择RPG稳定枪托 减少呼吸抖动 增加屏息时间 但要选5发338大口径弹夹 增加爆头伤害 背径选最大的6背径 更容易打掏 好了以上就是配件相关的内容 除此之外呢 今天还同步上线了排位新模式 热点战 以及冷气弹 现在吃完热点战 还会额外增加50%的分数哦 那有兴趣的同学赶紧去试试吧 动到欧板